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而当初负责命名的人应该在红海那看到了某种成规模的红色物质 不然道理上说不通 如果从高空俯视的话 红海右侧最大的国家是沙特阿拉伯 简称沙特 沙特的位置很好 一边靠红海 另一边靠波斯湾 不知道这种两面靠水的地方在风水穴上是不是传说中的宝地 红海的最北边是苏伊士运河 穿过这条运河就进入了地中海 沙特另一边的波斯湾地势比较低 那些成型于几千万年前的石油 全都偷偷汇聚到波斯湾的沿岸和海底 所以波斯湾四周都是石油国家 沙特 科威特 伊拉克 伊朗 卡塔尔 阿联酋 巴林等国 个个都是油贩子 波斯湾还有个绰号叫海湾 所以波斯湾沿岸的国家又叫海湾国家 海湾国家抱团成立了一个组织 名叫海湾国家联合会 简称海河会 沙特仗着自己位置好面积大石油多和美国关系好等综合原因 做了海河会的老大 无论按照组织的名称还是组织的性质 和沙特隔着波斯湾相望的伊朗都应该是海河会的成员 可是伊朗偏偏不属于这个组织 原因是宗教问题 假如非要再给沙特找一条合适做海河会老大的理由 那必须是沙特的宗教地位 沙特家里有穆罕默德诞生的地方 麦加 还有穆罕默德去世的地方 麦迪娜 这两个地方可是全世界穆斯林心中的绝对圣地 为了能跪在麦加大清真寺光可见人的地板上 低声念出自己的诉求 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惜用半辈子贫困潦倒的生活 来积攒朝圣的路费 穆罕默德去世以后 因为继承人的问题 伊斯兰教分化成了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分支 两派互相对抗 互相拆台已经有一千多年了 伊斯兰教海河会里之所以没有伊朗 就是因为海河会的掌门人沙特是逊尼派的死忠分 而伊朗却是什叶派的捍卫者 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不但不谋 还有不遗余力的相互伤害 红海行动的背景故事比较复杂 波斯湾和红海两岸的国家都涉及到了 所以说完了波斯湾这边 我们再把目光投向红海那边 红海右边最大的国家 就是我们刚刚说了好半天的沙特 和沙特南边接壤的国家是野门和阿曼 跟沙特隔着红海相望的国家是埃及和苏丹 想当年拉登未经许可带着基地组织搞恐怖活动 被沙特王室赶出家门之后 去了红海对面的苏丹继续开展业务 和苏丹在南边接壤的国家是厄利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 与野门隔着红海相望的国家 是吉布提和一度盛产海盗的索马里 我们的海军后来之所以能够出现在红海参与撤侨行动 并且这段光辉事迹被搬上迎平 跟大家在春节相见 和索马里出产的海盗有很大的关系 索马里门口那片海叫做亚丁湾 是红海汇入阿拉伯海的入口 亚非拉各大州的大小商船想要把货物运到欧洲赚那些发达国家的钱 最佳路线就是进红海过苏伊士运河到达地中海 然后再从法国意大利希腊土耳其等国的港口上岸卸货 索马里这个国家自达70年代脱离英国和意大利独立以来 就一直处于军阀混战的动荡状态 极度落后和贫穷 让他们家政府在亚丁湾那一侧修个门面房 卖卖饼干和淡水 恐怕都很难为他们 望着眼前来来往往的富贵 索马里人扛着火箭筒 举着喀拉什尼科夫步枪 架着小船在亚丁湾组建了自己的收费站 过往船只一旦被他们逮住 不掏一笔钱就别想过去了 因为胃口大下手狠 索马里海盗很快混出了让各国商人文之色变的名气 出了名的海盗就注定了被剿灭的下场 谁家的商船受损 谁家的政府就要派海军过去参与剿灭 如果没遇到海盗 那就在船队经过的航线上巡逻 这个过程叫做护航 有了海军护航 自家的生意人才能放心的往外卖东西 防止仓库积压 工人下岗 那些跟我们做生意的人 才不会因为担心安全问题而取消订单 也防止仓库积压 工人下岗 不过护航的作用远不止保护商业利益那么简单 去海外执行任务 对海军的成长和展示国家实力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而且去亚丁湾护航就意味着中国海军可以到阿拉伯海混 能在阿拉伯海混就能在印度洋混 能在印度洋混 那将来去其他大洋混的时候 某些国家就不至于太过惊讶 毕竟之前在亚丁湾的护航经历 已经锻炼了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 针对索马里海盗的护航任务从2008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 在此期间我们海军的林仪怀防导弹护卫舰和威山湖号补给舰都参与了护航工作 就在2015年的3月底 上述三艘舰艇接到了命令 说是不远处的野门亚丁局势紧张 需要过去接几百名同胞到鸿海对岸的小国 急不提安置 之所以选择他们三个 一方面距离事发地点比较近 时间上有保证 另一方面因为野门那边现在火炮连天 只有武装舰艇过去 大家的安全才有保证 那么野门发生了什么事 导致我们需要撤侨 并且是武装撤侨呢 借听我们慢慢到来 野门国内发生的事情 跟我们前面聊到的沙特伊朗宗教冲突都有关系 因此我们前面说了那么多 可不都是白说的 都是有原因和铺垫的 野门的乱世要从2011年开始说起 那年从通尼斯发源的阿拉伯之春 席卷了地中海沿岸 靠近中东和北非一侧的国家 所有那些钱不够多 或者控制力不够强的统治者 纷纷落马跑路 这其中就包括当时的野门总统萨利赫 萨利赫下台之前 已经做了30年总统 在他的治理下 野门一直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 当时萨利赫家族的成员们 个个身居要职 有钱任性 这就引起了野门人民的强烈不满 这种积攒了多年的不满 最后趁着阿拉伯之春爆发了 萨利赫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之下 被迫把总统位置交给了副总统哈迪 自己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 按照一般剧情的发展 独裁者下台 国内就会逐渐安定下来 但是野门却不一样 副总统哈迪接手的摊子不但烂 而且烂得很彻底 也很有特色 他面对的情况是政府腐败 军队倒戈 散布群众难以控制 国内还有一名叫做胡塞武装的反政府组织 趁着乱局正带着人马一路杀过来 目标直指首都萨纳 所以刚刚转正为总统的哈迪 需要同时处理群众运动和胡塞武装 野门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 虽然穷 但是有一点和美国人相似的 民间武器持有量比较高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枪支泛滥的国家 因此这大街上散布的人群 除了标语之外 手里还有武器 再加上之前倒戈的政府军士兵 可真够哈迪政府喝一壶的 而最让哈迪头疼的胡塞武装 可不只有武器 他们还有坦克 火炮 导弹等这一类的重武器 所以哈迪政府完全不是对手 且战且退 最后 丢下首都的总统府 一直退到红海边上的城市 亚丁 到那边安营扎寨之后 一边找人搬救兵 一边做最后的反抗 2014年秋天 哈迪丢下的总统府 被风尘仆仆赶到的胡塞武装笑纳了 换一个说法是 胡塞武装在2014年秋天 攻入了首都萨纳 把哈迪政府给赶走了 这胡塞武装到底是什么鬼 又为什么跟自家政府过不去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 也门国内的宗教问题了 也门举国信仰伊斯兰教 但是一半逊尼派 一半实业派 这就意味着 也门有一半人和另一半人 在聊信仰问题的时候容易起争执 不管哪一派上台 都需要处理和另一派的关系 处理不好的话 宗教问题就可能影响国家稳定 曾经代表着 逊尼派的前总统萨利赫 在这个问题上就处理的不好 导致了胡塞武装的出现和崛起 军人出身的萨利赫 对胡塞武装的态度简单粗暴 能动手的时候 决不动口 在一次军事行动中 胡塞武装的创始人胡塞 被萨利赫的军政府给击毙了 于是这胡塞武装在宗教和家仇的 双重作用下 和野门政府玩进了持久战 反政府武装的规模大小 和他们的收入成正比 一般情况下 一个国家赚钱的行业 都控制在政府手里 所以很多反政府武装 都受限于活动经费 而整不出大风大浪 除非有外人的资助 比如胡塞武装 暗中资助胡塞武装的人 就是波斯湾对岸的伊朗 因为胡塞武装是一个实业派组织 而伊朗是实业派的大本营 他振兴全球实业派的宿命 注定会支持一切 实业派组织的发展壮大 既然伊朗出手了 那么作为伊朗死对头的沙特 也不能坐视不管 野门跟自己接壤 胡塞武装夺取了政权 就意味着自己的一个邻居 变成了实业派国家 也就是说 伊朗的势力范围逼到家门口了 这事如果不管管的话 不但有损逊尼派老大的威严 而且可能引起附近其他国家 甚至自己国内实业派组织的效仿 于是乎 沙特王室召集海河会成员国 开了一个主题为 武力打击野门胡塞武装 保卫哈迪政权 威慑其他实业派组织 给伊朗一点颜色看看的闭门会议 会后一支由十个国家组成的 十五万联军诞生了 目标直指野门境内的胡塞武装 沙特联军对胡塞武装的打击 采取了空中轰炸和地面进攻 两种方式同时进行 军事行动开始的日期 就在2015年的3月26日凌晨 打击开始后不久 战火很快就燃烧到了 野门临时首都亚丁 当一个地方处于战争状态时 生命安全根本没有保障 除了军事人员 其他部门的人员都带着金银戏员跑了 所以待在战区生意没得做 班也没得上 被偷被抢被盗 没人给你做主 冒险待着没有任何意义 这就是之所以撤侨的客观原因 2015年3月29号 在亚丁湾巡航的我国海军 林一号导弹护卫舰 最先接到了武装撤侨的命令 任务是将几百人安全撤离到 红海对面的吉布体 暂时安置 林一号上有导弹 箭炮 直升机等攻击性武器 还有全副武装的海军特战队 蛟龙大队 所以这次撤侨 注定是与以往不同的 是我国第一次用军舰来撤侨 林一舰把124人安全带到了吉布体 3月30号 怀防舰撤离了400多人 4月2号 林一舰再次安全撤侨 225名外国人 在撤离的时候 最危险的情况是距离军舰 20米之外的一辆港口吊车 遭到了武装人员 坦克机枪和火炮的射击 还有一发炮弹落在了 军舰5000米之外的地方 当时全舰官兵处于 一级战斗部署状态 全部官兵核枪实弹 在码头警戒 直升机也处于战斗值班状态 随时准备应付意外情况 当然了 实际情况是海军并没有和武装分子 发生正面的军事冲突 您听到这儿 已经看过《红海行动》的同学 就知道电影里有哪些剧情是虚构的了 不过本片比去年几部军事题材的电影 都强一些 这个片脱离了个人英雄主义 和男女情感的套路 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军事电影 在过去 这类电影一直是欧美国家展示自己武器的宣传片 如今我们也拍出来了 这就说明了我们的进步和自信 敢高调的把东西拿出来秀了 好了 咱们今儿就说这么多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或者说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您都可以关注公众号 局势很简单 发表评论和意见 另外我们的力量 节目局势军的政治课已经完结 并在公众号 局势很有趣上 有免费视听板块 您可以关注并获取更多咨询 感谢您的收听与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